和好友互傳文字訊息 我們在IPtux的好友清單裡面 只要找到對方的這個暱稱之後 對著他的頭像快按兩下 就會開啟這個對話的視窗 那我們可以先確認一下 在這個 暱稱的部分是不是對方的暱稱 也許我們有可能點錯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先確認一下 小老鼠後面的這個部分是對方所設定的一個群組的名稱 這邊看得到對方所設定的簽名檔 最下面是對方所設定的一個頭像 文字的輸入區塊在這個位置 例如我們做一個輸入 輸入完成之後 按下傳送或者按下Enter鍵 資料就會送出去 那我們現在按下傳送 那上面呢會出現的 就是我們對話的內容 那要特別說明的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呢 同時看到了兩筆的這個對話內容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 線上好友只有一位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其實是自己 在跟自己做一個對話 那綠色的部分 是代表 傳送 藍色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 接收 所以 正常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真的是跟 另外一位同學在做對話 那分別 只會 同時 在這個畫面上 應該分別 只會出現 綠色的傳送 或者是呢 對方 這個傳給我們的 一個 接收的時候的 這個藍色的這個訊息 所以 這個部分呢 是要特別說明的 並不會 同樣的這一筆內容呢 它出現了兩次 就是 解釋